你们玩过这种紧疏法蟹球吗 帅地上立马变成一探水 据说有人在里面 找到了黄金指甲 后期五指戴在手上 就可以点石撑进 这也太神奇了 我平时追踏的都不就是老鼠了 难看完这个视频 突然一发现小老鼠也挺可爱的 从地上就能变成一探水 关键是你们还能找到黄金指甲 这点石成金应该是美对人的梦想吧 如果我能拥有岂不是能变成 是一叶手铺啊 你们我从学校小麦克回来了 这金老鼠呢只剩下两只了 但是我还买了白鼠和黑鼠 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吗 不管金鼠白鼠 能发财的鼠就是一只好鼠 在简报他们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好玩小测试啊 学生党最难的手势 据说学生党不能用这个手势 同时完成点赞和关注 如果你可以 那我就抄你名字一百遍 这个手势点赞关注同时进行 这也太简单了吧 再是点赞再是关注 但是点好了 可是没有关注上啊 这金鼠看起来明显更富贵 因为在手里的手感好像也更好些 这黑鼠看起来太可怕了 最恶心的是这条长长的尾巴 这小白鼠也挺好玩的 肚子肉骨骨的 金鼠摔到地上就变成了一滩金水 白鼠变成了一滩白胶 我这黑鼠摔在地上变成了毒液 这金鼠的小耳朵还挺可爱的 让我给你剃个头 哇 这水都流到我衣服上了 我们把鼠皮翻开 就只是一张皮而已 啥也没有 还有一只金鼠 我发现它们脸鼓起来的样子 好像一只猫头鹰啊 让我来给你抱个头吧 什么情况 根本没什么金指甲 这一只小白鼠吧 这黄色的是啥呀 一个指甲 但它也不是黄金的 配置也太低了 再来一只黑鼠吧 它的眼睛却是雪红色 一起老鼠变恶魔 最怕的就是老鼠尾巴 我先帮你剪断 把水给挤光 出了一朵金色的花 是一个金指甲 想不到这只金指甲 居然藏了最丑的黑老鼠里面 上面刻着两朵花 而且还向着转 这也太金指了 最后还剩下这两只老鼠 你们说我先剪爆黑的呢 还是白的 还是白色吧 哇 我剪它的洞也太小了 现在居然找不到口子了 但是我明显感觉到 这里面除了一张老鼠皮 啥也没有 最后一只 我们从它的肚子开到 翻 又是一只金指甲 比刚才这只要小一些 上面也相满的钻石 戴在手上有一种浓浓的抑郁风情 显得手好修繁啊 但是老师说 这五根金指甲才能点石成金 我就才两根 我们先试试啊 这石头是不是太小了点 要点就点大的 这一块行不行 这种大块石头要是变成了黄金 我给你们每个人分一小块啊 好激动啊 我要开始了哦 石头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 就是 我点 点点点点 没有变成金子啊